在2015年的時候 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自閉症的小朋友這一塊 今年我們了解下來 其實對殘障兒童 殘障兒童就是殘疾和智障的小孩 做了一個多面性的了解 我們在這次2016第一站我們去的廣州 廣州是融合性幼兒園 裡面有自閉症的小孩,有智障的孩子 還有黑人的小朋友,他們都會互相的幫忙 比如說像一些智障的小朋友 他可能有些事情不會做 像智障的小朋友就會去幫他們 它很簡單,它就在一個居民樓的下面 小小的四個班級 但是孩子們一起出來跳舞的時候 你根本分不清楚哪個事 當然智障的小孩你能看出來 因為他們長的臉都一樣 但別的都,你不知道哪個是哪個不是 然後他們還有比如說智障的員工 他們可以做很簡單的 比如說去後廚幫助 洗碗啊,掃地啊 然後他們都做得非常地好 我們第二站是在北京 北京是一個孤殘兒童 有生下來天生的殘疾 有各種各樣的 然後在那個機構就是幫助他們去做手術 做康復 像裡面有一些小孩,他們真的小孩麻痺症是比較嚴重的 但他們學會畫畫,學會打電腦 第三站我們到的是南京 好像南京這個是重症的沒有人要的小孩 警察撿到或者任何人撿到送到福利院 然後再送到醫院去斷定他已經沒有多長的生命了 所以送到這個機構來的 那也有一些重症的小孩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活下來 但是他們可以在一個非常溫暖的懷抱裡離開這個世界 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優美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我們就給三個小朋友過了生日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幾號出生 因為他們都是被遺棄的小孩 有個我一直抱的那個寶寶叫 他們都叫他大頭 他確實頭非常大,因為他腦水腫 然後他已經做完手術,他已經健康了 因為那兒的老師大概一般帶兩三個小孩 但如果他當中有一個孩子 你會發現他快要走的這個跡象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一直照顧到他走 他走的時候,那個老師就會放一個氣球 就代表這個靈魂可以去天堂 人做臨終關懷就都很重要 就是大家,因為大家都會死嘛 其實我們圈裡有很多演員都在做慈善這一塊 演員有些時候推動力還是很大 還是很大的 你看陸晗的演唱會 他一個垃圾都沒有 他只要說一聲說 你們看完演唱會把垃圾都撿走 就因為我看到過那個照片 是一顆紙片都沒有 對,所以我覺得厲害 同年啊,我覺得我過得很悠哉悠哉的 而且我想去哪兒玩去哪兒玩 爬樹啊,河邊啊什麼的 我從小就喜歡小朋友 因為我小時候的生長環境沒有殘疾的小朋友 更別說自閉症、讀寫障礙 我根本沒聽過 所以我也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地瞭解 原來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小孩 把垃圾都跑到一個聲音 Nah 댓自由 說 etı correspond下